中文字幕 李宗盛 系田欧大在对上中国第一站11分 第二站有10分 两站得分都有来到双位数 卡比诺 Defense 绕过来之后在虎顶位置 比了一下加东座 第二排在出手 成功镜头周桂宇 连续得分 李宗盛在今年球季开始之前 他非常的大胆的预测 第一节那样的表现才行 从前面他替不上来的状况来看 真的看看后续 后来教练还会不会把他再放上来 我这次外围出手镜 老神先传出去 周桂宇试探步之后 行进阶出手打板进球 哇电话又响了 你的电话又响 是 哇这一波攻势有重要 对花了蛮多时间 那看到周桂宇刚才的一个打板 来到周桂宇的手上 代步之后 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二波攻击的一些机会啊 哇 周桂宇给的不错 这位韩剑鱼成功得分 high pick and roll的时候啊 针对个人的对球的防守还是最重要的 好 停留在篮底下 这位置日本周桂宇的 在右侧的防守者变成一个人守到两个人啊 周桂宇的机会出现 哦 桂宇返箱了 这三分球也 只有这四分多钟啊 中央都要想办法撑下去 阿廷奴 周桂宇 瞄了一下 三分出手 FOR THREE 当这个 TOKASHI两三波攻不进以后 马上就变成 就心里有大招 三分球今天的周桂宇 太可爱了 发生了一分钟